今天是11月30号 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早上市场的情况 就是 看看这个 现在这个远近了 用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请大家耐心一点 看看这个 这是目前的情况 今天早上有几个事情 就像 这几个礼拜都是这样 每个礼拜星期一 他都是有病毒疫苗的消息 今天又有消息 三四个礼拜之前 那就是 就叫辉瑞 Frazer 他说 他这个疫苗的效率是95% 这样的那个股票呢 倒进指数 在几分钟之内就翻了几番 开始从350点左右 几秒钟就变成400点 然后是大概在10分钟内 他已经到了1700点 这个小型的股票呢 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对吧 它是受影响最大的 所以的话 在那天疫苗消息公布以后呢 这个小股票的指数呢 就打球电炮一样的 对吧 一下子涨了一百多点 但它总共才是1500点 对吧 一下子涨了1600 1700点 简直就是疯了一样的 这是第一次疫苗 把辞职了整个市场 第二个礼拜一呢 又发生了这个情况 但是呢 这一次的辞职呢 就没有第一次辞职那么猛烈 对吧 这个倒进指数大概涨了几百点 对吧 没有一两千点 没有 大概是一半的这个力量 后面呢 第三个礼拜呢 星期一也是 又涨 今天呢 这个莫德纳消息 它说它的疫苗的效率是 特别是对重症病人的效率是百分之一百 但是呢 今天倒进指数 在开始掉的情况下 现在还是掉 所以呢 所以呢 它这个 赤字作用呢 对市场的赤字增速是逐步在那里下降 今天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 比特币 比特币 这一个月啊 两个月来了 涨得非常的疯狂 昨天呢 掉到一千 一万 一万 就是最高的时候 就是前两天已经到了一万九千五百 创了新高 后来从新高以后呢 它就掉了这个 比特币啊 它就掉了这个 百分之一万六百分之一万六百分之十几 今天早上呢这个比特币又疯狂的涨了 到一万八千多了快一万九了 如果市场是稳定的没有什么大事情的话 那比特币可能是或者是这些虚拟货币应该是最好的 所以呢 每次低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买 谢谢大家